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终结者》当中出现的火神炮 不过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了《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这样优秀的抗日电视剧 展现出了中国抗日军民面对侵略者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毅的民族气节 《无独有偶》在印度和韩国也有这样的抗日神剧 有意思的是中国武器或者中国却成了神剧中的对手 印度的神剧发生在和巴基斯坦的边境战争 这部电影中的主角堪比·兰布 毅然就击毁了十几辆中国初考巴基斯坦的五九坦克 电影中的印度军队神勇无比 但实战中的表现确实截然相反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 解放军一举消灭了印度六个精锐陆军旅九千余人 最后打得心得理都岌岌可危 这其中印度王牌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被捕 印度陆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金格准将被击毙 再来看看韩国的抗中神剧 在《帝国的清晨》这部连续剧中 高高历大将袁盖苏文追着唐太宗李世民杀进了唐朝的首都长安 然而在历史上却是高高历最终被唐朝消灭 相比而言苏俄和美国的战争影视作品 比较尊重历史和战争 以跌宕起伏的剧情 恢弘壮观的画面广受好评 比如《霍尔斯克战役》 《拯救大兵瑞恩》等 就是叫好又叫做的二战电影 英雄不得亵渎 饱含中华民族血泪与感情的抗战史 尤为严肃不容而戏 《人民日报》就曾批评抗日神剧的伦理道德 碎了一地 要求战争影视作品必须要严肃对待 当把鬼子说得弱智呆萌 武器也大不如我们的时候 何否想过 为何中国再付出3500万军民死亡 大半个国土沦丧的惨痛代价 才取得八年抗战的胜利 真实的侵华日军 不仅武器先进 单兵素质也很过硬 在整个二战期间 日本共生产了6万5千架飞机 40余艘航母 其他坦克火炮等不计其数 反观中国武器和弹药 基本不能生产 大部分只能依靠美苏的援助 同时日军单兵技战术水平相当高 打枪拼自刀样样精通 再加上顽强的武士道精神 让中国军队吃了不少苦头 据统计 我们牺牲至少四条人民 才能消灭一名日军 中国军队各方面都和日军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只能依靠血肉之躯 和更顽强的战斗精神 对抗凶残的日军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太行山上 八路军用极其落后的武器 在吃不饱也穿不暖的状态下 艰难的打赢平行官等战役 在松户抗战中 为了争夺罗电 中国第67师201旅全体4000多名官兵 与日军展开血战 然而仅仅一上午就全部为国捐躯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 每一座房屋 每一条街道 都是用几十条 甚至上百条的中国军人的性命 夺过来的 抗战手里很艰苦 是那个张 都是新身份的拿名来拼 我们是打上去 落实讲 一人去扭闭 一人当舍 一人当不 这全是扭闭的 那么大事一个什么人 我们要牺牲 至少牺牲十个人 什么人他去日之后 武器就没了 记着眼了 装备查实就不会少武器 都是到外货团上来 可讲那时候在伤害送武器上去一个年 骑身一个年 一个年骑身的再上去一个年 一个短骑身的再上去的话 骑身混淌 在茶余饭后 看着那些乍看令人啼笑皆非 再看痛心无奈的抗日神剧 已经让我们在前一默化当中 对历史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更失去了警惕 然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遗失了昨天的记忆 就意味着揉碎了明天的希望 所以我们要牢记抗日历史 当年十万青年十万军 一寸山河一寸血 正是由于中国军人当年的牺牲与无畏 才有了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幸福生活 最后让我们向抗日老兵们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你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你们的世纪万古长存 请在微信上搜索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微信号 原创不易啊 各位看官就是我的一时父母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